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凬汐 今天换了新的布景 还有新的发型 我在淘宝终于买了这个 米色的布 想说拍照跟录影应该 蛮好用的 頭髮我今天用新買的三國燙 第一次嘗試夾著蕾絲泡麵偷不偷 但是還沒有很熟練 所以要介意它有點亂 今天這個主題是我很愛死了的主題 就是春妝 我本來就已經很愛很愛蕾絲 然後今年春天推出了一系列超多很美很美的蕾絲單品 最近滑IG還有一些韓國的網站區跟那個Style Nanda 都好多美人美的蕾絲 可是呢我覺得我自己算蠻小氣的吧 就是我捨不得買一件兩三千塊的洋裝 可能它真的很美 可是因為它可能如果太有設計感 或是我怕只有流行這一季就會很浪費錢 所以我就會立刻以圖收圖 去淘寶找類似的款 今天就是來分享我找到一些淘寶便宜 可是看起來又很有質感的 第一件是這個 超級漂亮的蕾絲上衣 然後袖子是半透明的 今年出蠻多這樣子的款式 尤其是韓國的網站上面 幾乎有一模一樣的 但是賣到一兩千塊 然後我這一件台幣大概才兩百塊 就是真正少了十分之一的價錢 那因為我也沒買過貴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品質有沒有差太多 我只能跟你說我買到這件是非常滿意的 以它的價格來說 我覺得它所有的detail細節都做得非常好 你看這個蕾絲側面 它的那個立體感什麼 就是不會很廉價 中間還有這種網格 跟一些很漂亮的花 我很喜歡它的花紋 側面的袖子我是覺得 這裡好像有一點太好 就是它單純是一片網紗而已 它穿起來的樣子我非常喜歡 搭一個淺色系的紗裙長裙 很有女人味 你看這完全不像一兩百塊的衣服 只是因為它整個都是做這種半透明 所以穿內衣的時候要很小心 像我就是搭一個膚色的品口 其實都還是有點蠻明顯 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可以搭膚色的背心 或是白色的背心 就不會這麼的裸露了 穿這個去約會 或是春天拍照都超好看的 下一件跟第一件非常非常之像 但是它是一件 one piece的洋裝 這件我真的超愛 不過我至今只敢穿出去一次 因為我覺得太lady了 我有點不太習慣 這麼女人味的洋裝 一件也是我在去的官網上看到 幾乎是非常類似的款 淘寶也有賣 非常非常相似 只是它沒有這麼的華麗 它這邊做的比較簡單 就是該月兒都有啦 當然如果你還是建議材質 或是版型的話 還是可以去買韓國的 我一穿上它就覺得 哇 自己變得好優雅 好小女人 它的袖口一樣是做網紗 就是會露出你手臂 我很喜歡它這邊的細節 你看它袖口這邊的蕾絲也做得蠻漂亮的 這個比較好它裡面有搭一件 膚色的長版背型 所以其實你只要在穿品口 或是穿淺色的細節帶 都看起來都蠻OK的 它有出黑色跟白色 然後這個是米色的 我覺得米色看起來就有溫柔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個性 我覺得黑色也會蠻好看的 它的下白我非常喜歡 這個紗裙很有很有垂坠感 我甚至很想買就是一件 長像這樣子的下半身 第三個是我在IG有分享 我一買到就立刻 發現是弄太陽給你們看 很多人就直接私訊問我連結 就說很好看 所以我今天就來分享給你們的這一件 真的很美很美 它是一個網紗蛋糕裙 該這麼說吧 因為它有三層像這樣子的垂坠 一開始看我會覺得 這個是不是太滑巧 可是穿上去其實很有設計感 就是不會像一般的裙子 只有一片有點無聊 這個呢 它在轉動的時候 你看就會有一種很有層次的感覺 我再來很喜歡它的地方 是它的顏色 你看喔 它不是米色 可是它也不是很灰的灰色 它是有點像奶茶灰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最內底是做米色的 這邊它最裡面這一層布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是那種米色 奶茶色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有一個缺點是它這邊做彈性 這邊的布是直接膨出來的 所以呢 像我有一點小腹的人啊 穿上去 就會覺得腰部有一點要炸開的感覺 我穿它的時候我會偷偷的縮小腹 呵呵呵 下一件是一個蠻文青鋒的碎花洋裝 它也不算碎花 就是很多小小的花圍在上面 不瞞你說我個人真的沒有買過碎花洋裝 這應該是很多人都有一件 但是因為我其實不 我其實穿衣服都蠻素的 就是都是單色系為主 所以這麼花俏的 尤其又是one piece 我就一直覺得好像不太敢穿 然後 天天想說好像是該要來一件比較花 有花的感覺的衣服 所以我就想說買了一件來嘗試看看 穿起來就是非常的優雅 我其實穿太優雅我會覺得好像 出去綁手綁腳的 因為其實我平常非常的很男生 碎花它其實很多顏色都很好看 橘棕色那種比較骨朱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喜歡明色系 我覺得穿這種洋裝綁的馬尾 或是沾一個半丸子頭 再戴上那種復古眼鏡就很好看 最後一件是我的愛 是Dara的洋裝 他們這一季的春裝都非常的美 不過擋甲都有點貴 然後這一件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的剪裁跟設計都很好 它這邊做的有點蕾絲的半高領 所以有一種很優雅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這袖子很膨很挺 穿起來就是 手背看起來很細很細 再來呢下面就有一些花朵的圖騰 我穿上它之後就愛上 因為版型很好看 它就是裡面單價最高的一件 以上就是我今年購入的一些裙裝 一些很優雅的衣服 感覺春天就是很適合穿裙子的時候 希望你們喜歡我這一次的穿搭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